各位同学大家好,我国是病毒性肝炎的高流行区, 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表明, 病毒性肝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始终位于所有报告传染病的前列, 严重危害着人民健康。 给很多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沉重的疾病负担。 其中经消化道传播的病毒性肝炎,包括甲肝和物肝。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两个病毒所导致的肝炎。 这两个病毒,它们都是通过消化道传播,导致的疾病都是急性肝炎。 临床表现非常的相似,和乙型肝炎、丁型肝炎病毒不一样。 这两个病毒肝炎以后,没有慢性携带状态。 而患者痊愈以后,病毒可以被完全地从体内清除出去。 从病原学的角度上来说,甲型肝炎的病原体,甲型肝炎病毒HAV,它属于小RNA病毒科,是肝病毒属。 它的核酸是单阵列RNA,呈球形,病毒非常的小,它的直径大概是27个纳米左右,一颗蛋白乘20面体立体对称。 没有包膜,是一种结构非常简单的裸病毒。 而且呀,这个病毒它只有一个血清型,抗原性比较稳定。 而导致物肝的病原体,物形肝炎病毒,它属于肝炎病毒科,物形肝炎病毒属。 同样,它的核酸也是单阵列RNA,也是一个球形的病毒,但是表面有凸起和刻缺。 这个病毒的直径大概是32至34个纳米。 那么,一颗蛋白呢,同样也是20面体立体对称,也是一个没有包膜的裸病毒。 但是,它虽然只有一个血清型,抗原性的变异却比较大。 这两个病毒的致病机制比较类似。 它们都可以通过分口途径进行传播。 接着,在口烟部或者是唾液线当中,开始早期的复制增值。 随后,在肠道和局部淋巴结当中开始大量的复制增值。 入血形成病毒血症,最终到达了它们的把细胞,也就是肝细胞。 通过直接耸伤或者是免疫病理作用,导致肝细胞的耸伤。 从而可以发生相似的临床症状。 在这过程当中,病毒可以通过胆汁随着粪便排出体外,污染周围环境。 这两个病毒所导致的肝炎都是极性肝炎。 坏者会出现转胞的身高、黄胆、右上腹部的胀痛、乏力、恶心、夜游、食欲下降等等病毒性肝炎的表现。 但是,物肝发生以后,病情多数比较重,尤其是孕妇,肝炎以后可能会发生重症肝炎,导致流产、死胎,死亡率可以高达20%。 这两种肝炎,它们的易感人群有所不同。 甲肝主要是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,而物肝呢,它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段的人。 这两种肝炎都可以导致水源发生污染,从而通过粪口途径导致爆发流行。 但是,物肝的感染有着明显的季节性,多介于雨季或者是洪水以后, 而甲肝的流行啊,没有明显的季节性。 这是1988年发生在我们国家上海的甲肝大流行。 在这次大流行当中,总共有30万人发生了感染。 其中47人因为发生了重症肝炎而死亡。 原因啊,就是由于当时当地的一条河流发生了甲肾肝炎病毒的污染, 而当地人非常喜欢生失毛憨这种美味的食物所导致的。 这是全球甲肝的流行病学情况。 我们可以看到,甲肝的流行主要是发生在经济欠发达的, 环境不太好的发展中国家。 这也是所有通过消化到途径传播疾病的流行特点。 实验室检查,这两种肝炎,实验室检查方面比较类似, 都可以通过Igm型抗体来辅助诊断早期感染。 而IgG型的抗体都是提示发生过历史感染, 所以啊,可以作为流行病学资料调查的指标。 预防方面,这两个病毒我们都可以用特性的疫苗进行预防, 此外,还要注意好保护水源,做好分辨管理, 饭前变后要洗少,少食生冷食物, 生熟食物要分开烹煮等等, 这些个人和环境卫生, 对于这两种肝炎的治疗, 目前尚没有特异性的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。 相信随着疫苗的使用,以及环境卫生的改善, 甲性肝炎和物性肝炎, 这两种通过消化道传播的肝炎的发病会越来越少。 好,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。